我们刚才把骨骼的单词跟大家认一认说一说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到肌肉的阶段 我们看一看肌肉都有什么词出现 基本的肌肉的名称 这个是我们学习当中重点的重点 因为我们联邦资格认证考试 关于按摩的联邦资格认证考试 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按摩室了解肌肉的运动方式 肌肉的特点 所以肌肉的单词大家一定要100%掌握 必须一个不落的100%掌握 骨骼的单词肌肉单词和运动有关的必须完全掌握 大家要注意这是重点 那么在生理解剖学当中 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单词的名称 回头在运动肌生学当中会有更多的立体出现 好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一个出现的 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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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学回答了 抢答了 瘾肌 没错 瘾肌 那么这个瘾肌在什么地方 瘾肌 我们看一看 对 瘾股乳兔马上想起来 瘾肌就在这了 起点 在瘾窝和瘾肌膜的上面 指点在 下壳股贯托和下壳股的前表面 在这 运动 它是负责提升下壳股 和回缩下壳股 大家记住 提升和回缩下壳股 这是瘾肌的特点 说直白一点 它是负责干嘛的 闭嘴 对吧 我们把这个嘴闭上 咬和闭嘴用 这个是瘾肌 瘾肌 瘾肌是附着在瘾股上的 瘾股有一个 它的古形标志叫做 乳兔 瘾股乳兔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是temporal 把这个 灭积记住了 temporal 有点像这个 温度 这个temperature 有点像这个 有的中学住在tempor 有点像tempor 都可以 只要把它记住 就ok 不管用什么方法 好 我们看下一个 mass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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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记 咬肌 咬肌 master masseter 咬肌 咬肌 也有的 培训老师说 m像个大门牙一样 就是咬 咬肌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这个单词 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记就好 我们形成一种 英文的概念 直接记 master 就是咬肌 咬肌在哪 我们看 其实就我们塞帮子这 对吧 咬肌 起点 全肱和全股 在这 指点下颌骨 运动 提升下颌骨 它也是闭嘴用的 咬合 而且这个咬肌 这个咬肌 是我们身体局部收缩力最大的一个肌肉 咬肌 master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Platisma Platisma 大家认不认识这个肌肉 进阔剂 进阔剂 进阔剂在什么地方 在脖子前面最前面 进阔剂 起点 筋膜覆盖的这个胸大肌和三角肌 指点下颌骨和脸下的皮肤 在这 起于这 止于这 然后运动是把嘴角下拉 有助于下压下颌骨 这是张嘴用的肌肉 大家注意 进阔剂 Platma 是张嘴用的肌肉 我们闭嘴用的肌肉 咬合的是谁呀 灭肌和咬肌 对吧 所以这个肌肉互相是对抗的 大家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啊 大家记住这个位置 我希望大家呢 对于这个图 这个肌肉的位置 在身体当中位置 一输到什么肌肉 马上可以摸一摸 都知道在哪 千万不要把它固定在这个单词拼写上 没有任何的意义 一定要知道这个肌肉在什么位置 干什么用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词很长 我们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将近二十个单 二十个字母 很长的一个单词 但是这个单词非常好认 也非常著名 刚才同学已经有人说了 这个叫凶索乳突击 非常著名的肌肉 凶索乳突击 这个单词为什么会长 是因为它是用三个单词拼写而成 有两个神器的欧在中间 前面是胸骨 中间是锁骨 最后的一个是乳突 所以两个神器的欧把它隔开 这是胸索乳突击 就这么来的 所以一看到特别长的词 中间有两个欧 前面S后头M 这个就是胸索乳突击 我们看一看 这个乳突所示 就是胸索乳突击 它在正面 斜面 侧面 三个方向去看这个肌肉 它是斜着的 起点 起于胸骨和锁骨头 起于这儿 止于乳突 你个乳突 止于乳突 它负责呢 双侧收缩 是趋劲 什么是趋劲 就是低头 对吧 双侧收缩 就是低头 单侧收缩呢 同侧外曲 对侧旋 说的挺复杂 单侧收缩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比如说我们举例 这是右侧的胸索乳突击 收缩 这头呢 向右边偏 向右边偏 向对侧旋呢 就是向左边看 大家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 向右边偏 向左边看 这是右侧胸索乳突击的收缩 单侧收缩和双侧收缩 它的动作是不一样的 这个要搞清楚 胸索乳突击 考中的几率极大 这个单词 这个肌肉 要完全掌握 重点当中的重点 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胸索乳突击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Leptro scapula Leptro scapula 这是什么肌肉 肩甲蹄肌 肩甲蹄肌 起点 颈椎的第一到第四 颈椎的横突 指点 颈颈骨的内上角 内上角 运动的是提升颈颈骨 和辅助颈部的伸展 伸展就是羊头 对吧 它有两个动作 记住了 提升肩甲骨 和辅助 颈部的伸展 两个动作 为什么要说 这个两个动作 是因为它辅助 颈部的伸展 和谁是 对抗的 大家想一想 谁是做 颈部的区 我们刚刚说的 胸索乳突击 在这个颈部的区和伸 这个动作上 它们两个肌肉 是互相有对抗性的 有对抗性 好 Left scap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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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甲骨 肩甲骨 Leftro 提升 这个词非常好认 提升肩甲骨 提升肩甲骨 肩甲骨这词 大家 百分之一万要认识 百分之一万的要认识 谁要说 这肩甲骨再不认识 白学了 超一百遍 二百遍 也得把它认出来 stab了 有点像我们吃的 那个扇贝叫做 scalab 有点像这个 如果记不住 就去餐馆多点几个scala 尝一尝 想一想 好 提肩甲骨 Sclean 这个词 是什么 看看大家能不能认出来 这个词 说常见 也不常见 说不常见 也很常见 他经常出现在运动机能学和并礼当中 这个词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认不认识这个词 Sclean Sclean 斜脚鸡 斜脚鸡 我们看一下这个斜脚鸡 它是蛮复杂的 因为斜脚鸡 它有三组 有三组 第一组叫做前斜脚鸡 在静椎的 三到六 第二组叫中斜脚鸡起点 在静椎的二到七 最后一个后斜脚鸡呢 叫做 静椎的五到七 分别不同的位置 直点呢 前斜脚鸡指于第一肋骨的斜脚鸡节节 中斜脚鸡呢 指于第一肋骨的上半面 后斜脚鸡呢 指于第二肋骨的表面 运动 前斜脚鸡负责提升第一肋骨 弯曲横向弯曲颈部 中斜脚鸡呢 提升第一肋骨 弯曲横向颈部 后斜脚鸡提升第二肋骨 弯曲横向弯曲颈部 所以大家注意 一说到斜脚鸡 它动作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什么呀 弯曲并横向弯曲颈部 什么意思呀 低头 对吧 横向弯曲颈部是什么意思 就是侧头 这个动作和刚才我们学到哪一个肌肉 是很相似的呀 对 胸锁乳吐肌 所以大家记住了 斜脚鸡和胸锁乳吐肌的动作 基本一致 他们可以做协同 把这个概念先记起来 这是一家子 他们做的动作都相似 同理 他们动作和谁是做对抗的 肩甲提及在做趋和伸进步的时候 他们这个动作是对抗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住 好 我们今天呢 学了六个单词 这六个单词是头颈部的肌肉的单词 我们来复习一下 斜脚鸡起点前 追骨C3 C6中 追骨C2 C7横突的后结节后 追骨C5 C7横突的后结节 直点前 第一类骨的斜脚鸡结节中 第一类骨的上表面后 第二类的侧表面运动 前提升第一类骨弯曲 并横向弯曲颈腹中提升第一类骨弯曲 并横向弯曲颈腹后提升第二类骨弯曲 并横向弯曲颈腹 斜脚鸡 Levertru scapule Levertru scapule Levertru scapule 提肩甲鸡 肩甲鸡 C1C4追骨的横突直点 肩甲骨内上脚到脊柱的内侧边缘运动 提升肩甲骨辅助颈部伸展 C1C4追骨的横突直点肩甲骨内上脚到脊柱的内侧边缘运动提升肩甲骨辅助颈部伸展 胸锁骨蠕骨肌 胸锁乳突肌起点 胸骨头锁乳突 指点乳突运动 双侧收缩曲颈 单侧收缩 同侧外需对侧旋 Plat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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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阔肌 井阔肌起点 筋膜附带胸大肌和三角肌指点下颌骨下圆和下脸皮肤运动 把嘴角拉下来 它有助于下压下颌骨 Mass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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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肌 咬肌起点 全弓和全骨指点下颌骨运动提升下颌骨 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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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肌起点涅窩和涅筋膜指点下颌骨的关突和下颌骨的前表面运动提升下颌骨 缩回下颌骨 Temporal Temporal 这是什么肌 涅肌 Masseter Masseter 是什么肌 咬肌 Platisma Platisma 是什么肌 净阔肌 Stenoclidomersoid 这是谁 胸腔肌 胸腌肌 Leptro Scalibus 肌下体肌 Sclean 斜脚肌 我们这个投进步的肌肉 我们现在就学了这个六个 六个基本的投进步肌肉 大家回去复习一下 明天我要提问 问一问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几个肌肉的名称 位置和运动方式 好吗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